南桥的部分 董事长陈飞龙一再地强调这次的油品风暴只是曝光物质 不过却遭到卫福部打脸 怀疑南桥市蓄意要逃避查验 这样就不用缴查验费 而且石药署发现南桥还有16批曝光内容都不起来 另外也会一并地清查其他的质油大厂 石安风暴搞得全国上下 人心惶惶 石药署要求全国资本额超过3000万的27家质油大厂 在10月17号前要提出动植物油的流向和买卖证明等 眼看D-Day已经到了 现在到底进度为何 27家厂商 现在有7家已经寄到石药署 27家大厂既然只有7家申报 那没申报的罚不罚 像跳针一样讲两次 要先寄查再决定是否开罚 另外在查的还有南桥从菲律宾进口的25批油 确定9批没问题 但有16批 资料不符 16件是因为它的那个进口传名跟呼号令班次 跟原来的报官的内容有一点点差异 我们现在请南桥公司必须要补送文件过来 南桥还得再补资料 只不过南桥总是信誓旦旦说这次卷入风暴 都是因为行政疏失 但政府可不这么认为 报单的这块的部分 都是明明白白写的工业使用 为普普说的清清楚楚 南桥是以工业油进口 而且根据规定 食品报官得经过食药署抽验 并缴交查验费 南桥是以工业用途报官 则不用缴费 也免抽验 因此食药署强力怀疑南桥 刻意规避查验 只不过到底为何报官会出问题 还是得有检调 进一步厘清 才能让国民能够安心 运电TV 蔡中如 李中宪 台北报导